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Cassandra 今天给大家录的视频呢,是我期待已久,想要录很久的一个视频 就是我隔离期间这大概三个月期间一共买了所有的衣服包包鞋的合集的一个分享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除了有我自己买的衣服以外呢,还有很多是PR送的 然后那些我都会放在这个视频的后半段来讲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购物分享呢,有很多高级的牌子 有像Zara, Mango, Topshop, Arisa,反正有很多衣服包包鞋都有 所以呢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看今天这个视频吧 我想先来讲就是最高级的牌子,也是我觉得跟大家最感兴趣的牌子就是Zara 第一个呢就是上了两个视频我穿的这个紫背心 现在这个紫背心超级的火,它就是一个那种bando 就是那种可以就是拉撑的这么一种竖条纹的这么一个抹胸 然后这个抹胸上面呢,配了两个这个吸尖道 其实上面这个袋子吧,没什么用,因为这个袋子其实绑不住 而且像我这个个子比较小吧,这个袋子其实会往下掉的 但是这个袋子掉的并不影响这个衣服,因为这个衣服主要就是靠这个 在撑着它,它把这个袋子给剪了,这个衣服都是一样可以穿的 就这个地方绑得很紧,我觉得比较方便的一点就是它不用穿内衣 它里面是可以空的,因为它这个面料吧,还算是比较厚实 就不会透,也不会走光,所以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一点吧 我觉得这种小背心呢,你下面穿什么都可以,反正你穿裤子吧,裙子都是可以的 反正这个质量吧,也就是那样,但是本来它就也不贵 就看你是想要拿它来干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你想拿它搭配什么很复杂的东西也不太可能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很简单的小背心 下面这个呢也是一个小背心,也是我,是我上上上个视频 斯芙兰巴折买什么的视频我穿了,好多人夸这个背心好看来着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普通的一个白色的中小吊道 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Racer Tank,就是我可以放着罩包在这吧 反正是那种模特给带火的 像它前面这个地方是很细的这种袋子 就不是那种直角,它是那种稍微往这个地方倾斜的 是这样的,然后背后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背心 反正这个也挺便宜的,这个也是就10块钱左右吧 很便宜的,然后这个面量也挺不错,挺舒服的 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稍有一点点透 因为白色的衣服吧我觉得不透挺难的 但是里面穿一个裸色的抹胸还是可以挡得住的 就算不是那么透,但是也有一点透 然后我一直都想买这种背心来着 但是这种背心其实挺难找的 因为很多背心的这个剪裁吧 都不符合Racer Tank那种背心的剪裁 就它那个Racer Tank必须得是这个地方很细的 才能叫Racer Tank 然后这个地方必须是要很窄的 才可以叫Racer Tank 反正就是Kenna Jenner当时穿的这种样子才可以 反正我为了找这种形状的那种背心 找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牌 然后不同的款式 我觉得ZARA这个是最符合Racer Tank 也挺便宜的 下面这两个呢是我可能要退掉的衣服 还不太确定 因为都是网上码的 没有去提前试 第一个是一个这个黑色的背心 这个背心呢之前好像是Reformation出了嘛 它出了之后就变退的火 Reformation出了那个衣服之后 就有很多牌子在效仿嘛 然后就也出了这样的背鞋 它就这种鸡蛋的背鞋 然后下面是丝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这个款鞋我是很喜欢的 就用设计我很喜欢 但是这一个ZARA做的这件的质量 实在是太太太太太刺了 就这个特别特别硬 像是穿了一张纸 在身上很不很不舒服 然后这个肩带呢 它就是不够软 它特别的硬 所以你穿的时候 它这个肩带就不会说塌了 它会一直这么戳着 就是穿起来就是很奇怪 我觉得ZARA的衣服吧 很多衣服都是那种近看 质量不好 远看就还可以 但是这件衣服是属于那种近看远看 质量都很刺 而且它也不是特便宜 就25加币吧 5块钱我可能都不会要 就很刺很刺就这样 我会退掉 下一个呢 我退不退 我还在纠结中 然后这个是他们高腰直筒的这个板型 然后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白色的 就什么话题也没有 就是这种直筒的 然后它的这个裤脚是这样的 这种一刀剪的这种裤脚 就没有任何的裁边的 上半身还是挺合身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穿起来 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我觉得它这个屁股这个地方吧 还是因为这样比较刺吧 就它没有那种拖起来的感觉 就特别的塌 虽然说直筒是直的 但是它做的这个真的就是很直 就没有任何的板鞋 没有任何的形状 它真的就是直直的一条 就穿起来就是没有那种修饰的感觉 反正就是觉得很一般吧 刀了脚量之后 我们现在来讲Mango 我这是第一次在Mango买东西 因为Mango本来在加拿大有店的嘛 后来他们把店给撤走了 现在只能在网上买了 但是送过来是没有关税的 然后还挺快的 是从西班牙直接发货过来的 推货好像也挺方便的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 买起来还算比较方便的 一个加拿大比较友好的一个牌子吧 其实我很少在Mango买衣服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衣服稍微有点老气 所以这次我买的是一双鞋和一个包 Mango买的还挺多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腋下包 然后我最近真的超迷 也行吧 我买了很多个 我觉得真的就很方便 然后也很酷 就很随意 很接头的那种风格 然后又很方便携带嘛 这个包就比较简单 就是这种黑色尼龙的包 然后配一个银链子 它袋子呢 是皮的 然后你这个袋子是可以拆的 你把它拆了之后 你就可以拿这个链条呢 来背 然后如果你不拆的话呢 你就是直接这样背嘛 就是它会有个链条 这么掉在这个上面 它里面就很普通了 就是这种尼龙的内袋 没有任何的隔层 反正也不会很贵嘛 这个好像就30多块钱 它就是一个皮带扣 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把它拆掉 很方便 然后你就可以这么拎着它 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嘛 这个链条还是可以 卡在我的这个腋下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背 就有点奇怪 我还是比较喜欢 用这个皮带来背 然后把那个链子当做装饰 像这样的腋下包嘛 这种尼龙包 你不仅可以搭配那种 运动风格的衣服 然后你还可以配这种 小裙子之类的 就会有一种反差裤的那种感觉 我在曼哥买了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一双鞋 就是这样的一个白色的 这样的一个夹脚的 一个拖鞋吧算是 中间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带子 但它是没有后面的带子的 然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猫根 就大概有5厘米左右吧 还是挺矮的 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然后上面是有这种 鳄鱼纹的这样的一个纹路 就它这个带子上面是鳄鱼纹的 我觉得像这种高阶的 便宜的鞋子的话 我还是喜欢买拖鞋 因为我觉得那种 绑大的鞋吧 都很不舒服 就便宜的鞋子的话 所以一边这种像50多块钱的鞋 我都喜欢把这种拖鞋 这样的话你不会磨脚 现在这样的这种 人字拖这种风格吧 就还挺火的 比你这样单穿人字拖呢 要更正式一些 因为它有这个带子嘛 然后会更有支撑 更好走路一些 反正我觉得这样的鞋吧 上班穿也很合适 带了一点点的羹 有点复古的感觉 又很好走路 就很实用的一双鞋吧 白色又很好搭配 然后它这个头呢是方头 也是现在这种 比较流行的这种 复古的这种方头这样的设计 所以我还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在top shop呢 买了一样东西 就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夜下包 但是这个颜色是绿色的 是这样的这种 特别流行的这种苹果 带一点荧光绿吧 反正就很春夏的这种颜色 它本身带的是 一个这样的皮的这个带子 就是我挺不get这个点的 其实它就是很粗的 不是用很细的 就很奇怪 这个肩带就有点长 它这个肩带呢 你要是这么背的话 就不太像夜下包了 就有点太长了 但这个形状我还挺喜欢 反正是这样的梯形的 然后这个褶皱这个设计 就跟PRODA那个很像嘛 所以我自己就是 又买了一条金链 这个金链就是 我亚马逊上买的 会把链接放在 这个视频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就我随便找一条金链子 其实我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这个包本身 是银色的五金 然后我买一条金色的链子 好像不太配得起来 就远看就还好 把它拆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配一条银链子 也很好看嘛 这个里面还好一点 有一个这个皮的这种 还挺好看的 或者你穿纯黑的 要配一个这个 还有点出窍的那种颜色的感觉 就pop up color的那种感觉 还挺实用的 这个包除了这个颜色 还有一个燕粉色 但是我在加拿大的网站上 并没有看到 可能美国晚上 可以买这种燕粉色吧 不然有两个颜色 下面一个牌子 我想说一下Arysia Arysia是前几天 在网上有打折嘛 现在这个打折已经结束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款顺利在打折中 其实我在Arysia 并没有买很多东西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这个 退货政策 不是备好友好 你退货的话 只能退到礼品卡里面去 然后它又不让你试 所以就是 我不是很想买很多东西 而都全部都退到卡里面去了 所以我就没有怎么敢买 我就只买了一些 我觉得我肯定会穿的衣服 那第一个呢 我买的是一个这个裙子 这个裙子还挺火的 然后都断货了现在已经 就是一个这样黑色的 一个丝的裙子 那它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这样的褶边的 然后是用抽水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裙子设计 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褶皱 这个地方呢 是硬邦邦的 如果你不去自己动手 去抽它的话呢 它是不会动弹的 结果我买过一些 很多的抽水的裙子 你穿着穿着穿着 它这个绳自己就掉了 或者它就自己就塌了 但这个不会 你怎么穿它 你只要不去用手去动它的话 它这个绳是硬的 就是扯不下来的 它又一直固定在这个地方 这我觉得它是设计 特别好的一点吧 然后这个裙子是挺轻薄的 这么一个质地 就是挺薄的 但是不会透 因为是黑色的嘛 但穿起来就很舒服 然后也会比较凉快一些 它这个腰身的地方 是带了一个松紧袋的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那种 有一点点能够 撑开的这种效果吧 侧面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拉链的 这个裙子呢 我觉得它比我想象的要小 因为我是一个标准的 Rizia的XXS嘛 然后这个我买了也是XXS 稍微有一丢丢丢丢的小 不过你想在这裙子里面 塞一下这种T恤啊 或者你想塞一下 一个那种衬衫什么的 有一点点费劲 你可以买大一码 但是真的是很好搭配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穿得很舒服 就很vintage 可以就是dress up 然后你也可以上面 搭一个那种T恤 可以变得很街头 然后变得比较casual一些 然后上班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上面的话上面穿一个衬衫 还是比较有上班的感觉的 就这个裙子我觉得还是挺百搭的 应该是我会常穿的一个衣服吧 好 第二个我买的呢 是一个我就是挺惊喜的 这么一件衣服吧 就是一个特别普通 这么一个sweatshirts 这个也是那个T&A这个牌子 它里面是夹绒的 它这个绒夹的就是 很薄很薄的一层绒 不是很厚的那种 但是很舒服 不过想要重量舒服好多 因为它这个面料很软 非常的轻盈 因为我本来觉得 这个衣服应该会很厚重 是种很有版型的那一种 它反正很轻盈很柔软 但是又有一定的形状 我觉得真的做的非常非常不错 这样是很棒的 它的这个剪裁的形状 是属于刚刚好oversize 又没有过大的那种oversize 就做的真的很好 因为我是标准的XXS码嘛 我穿的就是1号 反正这个长度啊 这个大小我都是很满意的 然后它没有任何的收腰这样的设计 它就是直筒的 下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剪裁吧 损失 反正真的很舒服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衣服嘛 搭配一种biker shorts 然后配上一条金链子 然后戴上一个墨镜 把这个头发梳起来的话 还挺酷的挺欧美的 反正就是我觉得春夏秋冬都很适合穿 再带穿也很舒服 好以上是这次我自己买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这次我收到了一些PR送给我的衣服 然后首先我来讲一下 GIN Official这个牌子 我之前有分享过 他们家一些短裙啊什么的 翻唱都还挺不错 大家好像都还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这次他们又有送我一些衣服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他们是一个美国的牌子 寄过来都是没有睡的 而且特别快 然后第一件就是 我身上穿的这个黑色这个背心 它上面是一个这样的那种 褶皱的这样的设计 还挺显胸大的我觉得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 这样的收腰的一个设计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心 这个质地就是用撕的嘛 也不是真的撕嘛 但是也挺舒服的 然后看起来这样也挺不错的一件 也不贵 可以调节 我觉得挺好配 像黑裙子啊 牛仔裤什么都挺好搭配的 反正这个黑色的这种小背心也不会出错 又带了一点心意 又有这种腰封的设计 就可以显身的很好 我觉得夏天这种黑色的小背心 还是不能少 应该多贝几件 接着这个上衣来讲 Basaiwe的Jean Official 挑的这个衣服呢 是一个这样比较普通的 这么一个白色的一个T恤 然后它是种中袖的设计 我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这样还挺显胳膊细的 而且挺显这个肩 就肩膀这个 蝴蝶臂这个地方显得会比较细一些 然后呢 这个上面就是普通这种眼里吧 这样真的超舒服 很软 一点点透 里面需要穿肉色的内衣的 它这个设计点 就在于它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抽空的 这么一个小圆圈的一个设计 还有一个这样的季袋的这么一个设计 就跟那个大王的那个 Alexander 1那个T恤挺像的吧 然后有黑色有白色 还有一个绿色可以挑选 我买这个还是XS 挺舒服的一个衣服 我觉得挺好配的 我觉得就是你单穿很好看 然后你也可以做打底穿 也很舒服 它也够轻薄 你可以穿在这种别的这种 针织衫啊 或者皮衣的里面穿 都是很舒服的这么一件 又好穿又摆袋 然后呢 春夏我觉得都可以穿 秋冬也可以当成内搭 穿有一点点心意 我觉得这种比较实用的这种衣服吧 现在我挑的是个白色这个背心 这种撕断的这种面料的 这么一个吊袋 然后前面是这样的这种 吊着 就这种坠着的这样的一个领口 这么一个设计吧 然后它主要的点 就在于它的这个肩带是钻的 其实一开始我看这个钻呢 我会觉得有点会有点俗 然后它这个地方会有个很大的 这么一颗圆的 这样的这种 全是钻的这么一个装饰吧 我本来觉得这个衣服 可能会看起来有点土 我本来想的是把这个圆环 给它取下来 因为它这个是缝上去的吧 你可以很轻易把它取下来 但我觉得穿上去的时候 感觉还挺不错 因为我觉得这种 钻的这种东西 却穿上去之后 就觉得好看很多 就更亮一些 然后这个质量 它这个断面这个料子还是不错 就有一点点光泽度的 也是那种 你可以穿短裙啊 可以比较dress up一些 然后你穿短裤的话呢 就可以dress up一些 下面这一件呢 我就有点纠结了 我觉得我不是选这件衣服 就不太符合我的身材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斜肩的 这件还挺流行这样的衣服的 就这样斜领的这么一个 单肩这样吊肩的 这么一个上衣衬衫 然后它上面有这样的 两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裸色这种贝壳的这样的扣子 然后它的袖子 是这样的这种喇叭袖 就是这个地方会收起来 然后这个袖口又比较大一些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 很大的这样的贝壳一个扣子 然后它有点长了 就是它有点宽大了 不是很符合我的身材 做到处很大 然后我买这个也是XS 而且我觉得这个 领口吧 稍微有一点点的粗犷 就没有那种很精致的感觉吧 最后一套 我在Jing Official挑的衣服呢 我就可能绝对部分人 都不是很能理解 就是一套这个运动衫 因为最近这样的这种 街头这种运动的 这种运动衣服 真的很流行 然后我就买了一套 这个米黄色的这样的运动服 它是一个这样的这种大裤巢 最近这样的大裤巢 真的好流行 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种大裤巢 配上那种拖鞋 你们知道 我就不知道这种流行 风势哪里来 但是我又觉得很酷 所以我也买了这么一套 然后这个质量真的超棒 其实很硬挺的 很厚实的 是那种 里面是毛巾布料的 不是加绒的 但是外面又是这样的棉的 这样的一个质量 就是挺舒服的 而且这个腰身 是做得很好 很紧 然后是很高腰的 然后也是很有弹性的 就是做得还挺厚实 这个裤巢我真的挺喜欢的 然后下面就是这样的一刀剪的 这样的一个剪裁 它这个帽纱就有比较多的一些 零零碎碎的一些装饰吧 它也是一个同样的颜色的嘛 然后首先它这个拉链呢 是从下一直拉到这个帽纱上 这个拉链是通的 另外就是它是做一个 比较那种邋遢的这么一种剪裁吧 就它上面有很多这样的 外接的缝纫线 像它的这个 就什么 这个叫什么 口袋这个地方 是一个这样的剪裁 还是在外面的这样的一个剪裁线 然后都是拼接的这种感觉吧 然后它的这个袖子呢 有这样的银色的扣子 就反正是一个 装饰品挺多的这么一个 挺花哨的这么一个衣服 把它挺大的 我觉得这个衣服不能就是合起来穿 因为你合起来穿的话 就看不见裤子的 得敞开来穿 但是也是挺舒服的 然后也挺有重量 就质量是挺不错的 也挺厚实的这么一件衣服 接下来还有两个PR送给我的两个牌子 第一个呢是我第一次收他们家的一些衣服做礼物 叫做simple retro的一个牌子 是国内寄过来的 但是国外的网站 发货是国内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就走复古风格的这么一个牌子吧 就都是那种很vintage那种风格的牌子 就比较符合国内人的审美吧 我觉得 我先是挑了一个这个绿色的裙子 这个绿色真的做的很特别 就是这样的这种 豆沙绿嘛 就是绿沙的那种感觉 也不像抹茶绿 就它发的那种灰色 然后它也是丝的 是长 很长的一条裙子 然后下面是有那种带点裙摆的那种设计 是这种吊带的 然后可调节的 但是你这个胸这个地方 因为它已经给你做好这种检查了嘛 所以你这个地方是必须卡在你那个胸的那个地方的 所以上面身还是挺暴露的 我觉得只能是旅游的时候可以穿 当然如果你比较有自信的话 你也是可以穿的 然后它这个衣服呢就挺轻薄的 而且还挺飘逸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起静电 这真的是挺容易起静电的吧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个衣服还挺不错的 有一点点宽松在我身上 因为我自己个子还挺小的 这个我买的就是XS嘛 而且也不贵 都挺便宜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吧 我觉得真的挺显气质 也挺显白的 这一个连衣裙子 你也不需要考虑什么搭配 你下面穿一个拖鞋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件呢 我买的是他们就是官网上 搭配这个绿裙子一个针织外套 就是这种米黄色的 它上面全部都是这样的 网眼的这样的设计 然后它上面这个扣子是这样的 这种松黄色这样小豆豆 就琥珀色吧 带一点琥珀的花纹这样的一个扣子 然后它下面呢 是有这样收腰的这么一个设计的 所以它质量当然还挺不错的 跟网上看的 它这个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它有别的颜色可以买 然后他们Simple Ritual 还有送给我一对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是我自己挑的 我还挺喜欢这个耳环的 就像金色这样的Hoop 我平时带这样金色的Hoop 还挺平凡的 它上面是这样的很碎的金色的块 拼在一起的 所以就真的挺闪的 而且感觉这个质量是非常不错 也很便宜 这个大嫂很合适 不是很大的那种 也不会很重 就是这种中号的这样的Hoop 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觉得像这样的金色的耳环 你配那种卫衣啊 或者就是很普通的衣服 穿就很好看 就很有那种街头的那种感觉 最后一个牌子呢 是温哥华的一个小众的一个独立的品牌 然后他们这次有送给我两个配饰 他们家主要是做一些眼镜 墨镜 和一些首饰的这么一个牌子 他先是送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墨镜 之后他们家这个墨镜的一个盒子 盒子的包装什么还是不错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眼镜盒 也是送了一个这样的这种眼镜布 包装什么都是全套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样的 是假的皮质的这样的一个眼镜盒 然后呢 他们家有很多款式嘛 但是他们送给我的这个呢 是上面带一种小卯钉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一个墨镜 是挺大的 然后是用了茶色的这么一个墨镜 反正他们网站上有很多可选择 你不能够想买这一款 就是他们送给我的这一款 就很大 然后挺夸张的 挺街头的 但还挺闲脸小的 但是它这个质量 并不是像那种大牌 那种很厚实的那种质量 就还是比较便宜的那种塑料的质量 这个质量就本身质量 并没有推的好 主要是带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 他们还有送我一个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之前 我有在Viki的视频有看见过 它就是一个挺夸张的一个 这样的前后带的 这么一个带钻的一个耳环 它前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针 然后后面是这样的一个 很长的这么一个钉 主要就要了像那种 坐标针的那种 大头针的那样的感觉吧 所以你前面是这样带 然后后面是这样怼在一起的 质量倒是还可以 但是我可能不会带 这么夸张的耳环 如果你是属于 比较酷的那种女生的话 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 隔离期间一共买了 所有的衣服的一个购物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视频点一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